各位听众,我是谢顺海医生,来自季达州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有我们的何启平博士 是我们的独立评论家,大评论专家 也是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们马来西亚面对一个安顺补险 这个补险可以说是跟其他的补险不大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气氛和气势 而且双方都有胜出的机会 而且是可以说是五五包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现在面对很多的这个课题 我相信何博士也知道 对对对,我有写过 一休一休班 整个国家好像是自从505大选过后 还是有不停 505换政府错了,收掉了 还是在一直讲这些课题 所以我就想请问何博士 对这一场安顺之头 这两个政党、两个阵营和两个候选人的评论 还有什么机会谁胜的 没有很快了吧,多几天了吗 对,如果要谈这个安顺的,我们可以从昨天这个Bugit Logo的来谈 也可以谈到Kajang 周美分的那个补选 因为这比我们熟的嘛 好像昨天晚上Ram Kapal胜得不惊不楚 三个对手撕掉那个安页金 那问题就是国阵没有参与 所以马华本来参与没有参与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么对他胜得很轻松了 那么周美分那一场呢 Kajang那一场呢 周美分打得很辛苦 安雷 Ebrahim的那个影响下了很多 剩的票不是很漂亮 然后就叫周美分打剩了很多华人票 华人票回流 那么这一场呢 这一场呢 从我的观察来讲呢 可能你的看法有点不同 我的观察就是 除了候选人和候选人之争 党跟党之争 还有华人所关心的课题之争 不过何博士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在这一次的补选之中啊 我们就有看到了 这个很多是关于这个 是好像是一个这个 信息啊 要我们这个安顺的华人啊 尤其是华人啊 传达 就是对于这个国内的 这个重要的课题啊 像伊斯兰法 GST这样的课题 对对对对 Hudud的看法 或者是这个 伊斯兰法刑法的看法 对对对对 所以何博士在这一方面 有什么 我认为这个时候呢 跟周美分的不同 那个咖酱不同的地方 这个补选有回教的回行法 那么跟这个Ram Kappa 也不同 那边根本没有issue好谈 所以这里呢 我相信因为最近这几个星期里面 其实下一个月 如果国会开的时候 如果是没有这个补选的话 我相信 回教党 伊斯兰党肯定会提 把这个草案 当做私人草案 提上去国会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课题了 那么这几个礼拜来 甚至这几天 每一天都有 华盛的领袖出来反对 所以呢 问题就是在这里 好像不成课题 因为我们的候选人 没有拿来谈 好像刚才 马修强先生 马修强在他的launching 他的launching 就是他把他的 他的那个竞选选民书 高兵选民书的 他的manifesto讲的时候 他就没有谈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华盛在这里占了42% 41.8%的选民 马来选民38.5% 那华盛在这里接近一般的选民 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所以可能马修强刚才的launching 照顾了他们的感受就是地方的发展 那个将来的国家的发展之内 但是就是缺少谈国家的课题 这可能有这个看法是另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这个普遍啊对于整个国家政府的结构啊他不会造成影响 不过肯定的是马修强的身份是民政党的主席 如果成为 有有他已经做了 好像廖宗来马华的廖宗来召集了华 即正党尤其包括马修强 包括SUPP 这个人连党的都代表都在来反对 而且要告诉首相不要支持 这个他们做得很好 对 但是这个补选呢 他没有提出来可能一个原因就是 除了这个补选是补选 不是全国大选 对于国家的大事并没有什么很重要的那个影响 对于行动党 就算行动党输 他只是38减少一个37 昨天晚上又生了 没有根本没拉人 没有没关系啊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一次呢 是因为他 马修强是全国民政党的主席所代表的一大部分的人民 如果他输的话 不是Diana输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他输在华人票 不是输在马来票 比如说 那么他的问题就是 华人所传达给国家的信息 就是给民国政的 尤其是马来领袖的信息 华人还是不要国政 还是拒绝安诺 还是要跟着安诺 这个才是你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补选是小补选小事 证书影响不了大局 但是他所可以传达的信息就是 华人是不是要明正的存在 是不是要告诉国政 我们还要参与国政的决策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 国政政府里面没有华人代表 那几个华人代表呢 都是不会华文的 也不是代表华人的 那么更重要的在首相署里面 有一个叫做华人事务 部长竟然是卡达战人 怎么来代表华人处理华人事务 所以今天的补选的那个意义呢 除了当地这个补选名声问题 行动党做的一塌糊涂 当然我们不要说 新拆的与新卸的那个 那个以前的国会议员做的很差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 那个是今天呢 马修强讲得很好 我准备改善这边的名声 地方建设之类之类 对 但是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马来政府也要知道 今天不要忘记 我们是面对的是马来政府 武统跟回教党已经合作 除了这个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回教法之外 我们看到就是 政府里面没有华人代表 就是马来两族线 两族的制度 马来政府华人反对党 行动党有38个国会选区 大部分 大这个会议员大部分是华人的 就华人对马来政府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补选的意义就不同了 就多了一点点 就是你这边的华人 是不是要告诉马来政府说 你们不要代表权 你们还是拒绝马来政府 你们准备抵抗到底 反抗到底 让回心动党胜 如果心动党胜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华人可以永远在外面 除非行动党跟回教党 在和平 在成立 胜过后 不然的话你永远就是做反对党 所以华人在这个 这个 安顺呢 你要问自己 你是要永远做反对党吗 对 这个不过 普遍上我们这个 何博士 这个华人的心态 是有很不满 这个武统 国阵内的武统 这个 你看 而且最近发生的 这个武统的 这个党员 吴琴在一起行动党的总部 在 这个 示威 这些 这些比较种族化的这种课题 你看会影响不影响 肯定会影响马修强的身面 肯定的会影响 或者书面 无问题就在那里 华人这个时候不是华人 马来人一样 5051换政府 华人团结起来要干掉武统 武统没有倒 那么武统跟马来人 是不是说就在那里睡觉 或许他们已经知道 你华人团结 要干掉他们 他们不会团结吗 所以他们也团结 也就是说今天 从5051换政府 失败 华人失败 到今天 13个月里面 种族关系 已经很对立了 所以任何小小的事情 包括 在兵州议会里面 那个 印度的主因说 这个话呢 他肯定惹了马来人生气 所以 那一般无情仔来反他 正常的 没有拿 这就是 行动党 行动党 这一类的人物 包括邻居强本身 他这种 极端的 华人情绪 反马来人情绪 他们搞起来 马来人搞起来 反而不是开 513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一个大环境 那个大环境就是 行动党 因为生得很漂亮 生了38个 40个 生了38 他们嚣张 嚣张随便 骂了马来人 在513之前 518 510的时候 这个就是 邻居强的赛 这就是行动党的赛 所以华人听到很高兴 但是 马来人怎么感受 这就叫 种族关系的对立 最后呢 发生事情的时候 无情仔 错 无情仔 闯那会议是错 那个 他为什么没有人提 问题在这里 华人就想听到 但是最后 怎么样 结果 你输掉了 我华人 1969年 508大选的时候 80%的华人 站起来 团结起来 要干掉武统 当时是联盟 华人也输 过后呢 69年到70年代的时候 回教党跟武统合作 搞出什么来 一大堆 对华人不利的政策 NEP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New Education Policy ICA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还有100多条 今天呢 华人不要政府 不要马来政府 武统被逼 没有办法 因为华人团结 他跟回教党合作 明年倒 行动党可以都战胜胜 但是明年倒 那么马来政府 华人继续对抗的话 后果将会重演 70年代 这个就是我身为分析员 我必须要讲的东西 不然我不讲 对不起我自己 因为华人可以 永远在对抗的 而博士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 好像这个民主行动党 最强的时候 也是武统最强的时候 对 就是种族对立 后果呢 就是像Sri Lanka 后果呢 就像Rugoslavia 后果呢 也可能像今天的Ukran 甚至我们知道的Albania 所有国家 Fijia也好 Guyana也好 这些国家 当两多元种族的社会里面 发生了种族冲突 种族对抗的问题 就是有一两个种族 一个种族 先有这种事情 然后过后呢 就是对立 好了 不要忘记 505换政府之间 Najid Razak Najid Razak 不是Tun Razak Najid Razak 所代表的政策四年里面 大量开放 他把ISF干掉 把经济法令干掉 他开放 他把上市公司的条例 给马来人30%也干掉 他很开明 他很开放 他过年的时候 打华人的狗 穿华人的装 他的孩子 都在北京都华语 华人也拒绝 这么开放开明的 马来领袖 把他80%的华人要干掉 武统 干掉Najid 好了 我问各位 今天 马来人 因为Najid 如果是不照 回教党去合作 不是走极端 他不要 如果他不要 再亲马来人的话 下个大选 马来人干掉他 所以我要问 华人的就是 这个大途 这个普选 所代表的就是 华人的选择 选择什么 你要马修强 就是代表 你还要参与 马来政府的政策 如果你不要马修强 对抗的话 你将会产生 其他多元种族社会 这一类的对抗 包括 无情团 闯进议会 印度 行动党的议员讲 这些东西 自然产生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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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是问题了 我们也看到 另外一个课题 就是GSD 消费税 也在这个普选之中 被提出来 被提出来 也是好像是 行动党 有意思要叫人民 做一个界定 关于这个消费税 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等于这个普选来考验GSD 你问问行动党的领袖 包括 特莉莎国 克苏星今天说 一定要反 包括 一定要反 我们说要反 要反 我们要问 尤其是安顺的华人 你要问 你有头有脑吗 上一次 505 换政府 你不管 37 21 就干掉 武统 输掉了 今天你要问 GSD是什么东西 可能 南京的人 讲的糊里糊涂 一般笨蛋 但是GSD 不是今天 马来西亚 是行的 而是新加坡 一个管理最好的国家 李光耀 李显龙 整班人马 执行了多少年了 有没有失败过 他的财政好吗 同样的中国共产党 他都能够执行了多少年 共产党不冒GSD 168个国家 都要GSD 反对党 克术兴 捏兄弟 搞的是什么 鸟东西 所以行动党 跟安顿以弗党 他们反的过程里面 有头没有脑 所以人民不可以 跟这些笨蛋 有头没有脑 这些都是笨蛋来的 看看周围的国家 哪一个做GSD 失败的 有 澳洲 澳洲开始实行的时候 他们的研究显示 很重要啊 这些过程 6个月到12个月到18个月 一段的过程有一些 调整性的问题 有一些产品的价钱提高 但是过了6个月后就开始下 12个月后开始下多一点 有些在反弹 所以这个过程之行就是 人民跟政府要互相配合的 如果你有目的要反的话 什么鸟东西都可以反吗 好像马丘教授 我要夺3000万件的水亭 来阻止那条霹雳河再泛滥 他也可以反对的吗 你滥用公款 好咯 永远反不完 所以安生的人民是比较聪明的 安生的人上一个大学就很聪明 要干掉武统干不了是赌输掉了咯 何博士我也可以这样讲 这个消费税 已经是在国会通过了 就是肯定是会在2015年 自行 对 这个其实行动党是在 为了搞这个 这个刑事 可以说是在谋骗 这个人民 我要是不是谋骗我们不知道 但是肯定呢 他们就是在反 反的过程里面就希望人民也反 所以他能够胜这个补选 所以问题就是这个补选对他们这么重要吗 三十八个少一个 安生人就是多一个 少一个 但是多一个少一个的过程里面 安生的补选对于国阵的信息就是 华人选民继续反国阵 华人选民继续跟马来政权对抗 华人选民继续不要国阵的那个发展 可以 没问题 你的选择 马修强必须要尊重安生人民的选择 要把他干掉 上次数期间给他输一万 安生人民给他输一万 告诉你马修强 告诉你纳吉 告诉你武统 不要你们来 让安生变成个死产 没问题 你们来选择吧 不要忘记啊 这个选择行动党胜了过后啊 Diana所讲的就是 I didn't love my hood 但是她的党林继香跟林观音 是不是跟回教党过去1999年到时候 包在一起跳舞 她明明知道回教党的党章 是肯定有这个回行法的 那么今天是回教党的要 领袖要提出这个法案 不是武统 林继香还不赶快跟他脱离关系 还不赶快说我不要你这个党 为什么你要做官 你要做手续部长 你要马来票 所以你继续跟要回教法的回教党 抱在一起 所以安生人民要问的哦 到底谁要回教法 是马华吗 是武统吗 武统执政60年 有没有提过 2004年巴拉引起98%的国会选区 90多%的 武统真的有100多个国会选区 他们真的90多%的国会选区 他们有没有提回行法 没有啊 今天是回教党要提回行法 林继香讲反对 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 讲一套做一套 简直就是欺骗人民 问题在哪里 安生今天 人民选回教行动党 就是选回教党 就是选回行法 后果呢 既然男权开始 过后其他州定家努来 过后呢 保理师来 在英文的法律里面 有所谓的president president dulu adapresident 最后怎么样 好了华人 你自己找上了 安生这场补选 绝对重要的是 从国家的立场来看 就是华人可以决定胜败 华人如果决定要 佛建 要林继香林观音这两支 这个就是回教党的 复法狗 他们是维护回教党 维护回行法的 看门狗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我是引用 魏家祥所讲的 They are the dogs for the Past and for Islamic Party 所以他们是复法狗 如果行动党胜了 过后的后果就是 安顺的人民 必须要向你的后代交代 为什么你还要支持一个 支持Islam法的这个党 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你要向你的孙子接信 安顺所以说 安顺这一次的人民 这一次的补选 不只是代表着安顺 可是好像是 全国 全国 所以在全国的课题方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除了这个 伊斯兰行使法 就是消费税也会带进来了 肯定已经带进来了 就有人又有在 可以说是把其他的课题 像是这个 内案法令 这些课题都带进来 对于这个人 就是刚才那个记者问 马秀强 你detention without Trump 所以这个他就讲 我已经反对了 我反对这个内案法 问题就是 Najib 账任的四年 今天是第五年里面 一开始上任就修改 废除 警戒法令 废除 我就是在内案法令 被抓个人 1974年 所以我说呢 他废除 我高兴 我也很伤心 你废除了过后 烂权 极端 恐怖分子 这次就为所欲为 人民要的是安定 人民不单要自由 但是自由有限度的自由 你太过自由 人家滥用了 好像那些思维的人 去施了为 警告了 是犯法的 抓了过后 还给他们吃 最好七十二块的那些了吗 Buffet Lunch 莫名其妙的开放 纳吉这种开放态度呢 松荣了他们 越来越乱 所以搞到我们在基隆坡的名声 Hawker Bunjaja Oran Taxi W-Jarimakan 思维 像泰国 思维 像土耳其 Demo 像斯里斯里亚 所以纳吉放松 后果就是 这一班 只要想夺权的人物呢 夺权分子 野心家呢 就有机可乘 所以我讲了 纳吉做了很多对跟错的地方 其中点 华人绝对不 绝对不喜欢的 就是你开放的将好 干掉你 不要你 这个才是问题 你开放了 华人不要你啊 还有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一直在 这些课题 常常被提起的 就是国家要破产了 不过我们看到 国家的数字 经济成长 就如果都没有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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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讲 我要骂 纳吉 不是 我要骂 纳吉 周围那些笨蛋 包括许子根 明正对以前的主席 包括 你就是家老 我们像 Gris 这些论点是纳吉 周围的人讲出来的 到底我们会像希腊吗 什么是希腊 希腊是不能够印钞票的 第一点 希腊的债务是这样高的 我们的债务是这样低的 他没有到这里 我们债务只在这里罢了 我们所有的外债三百多亿美元 我们的储备金一千五百 一千四百多亿美元 不能够还吗 马哈丁时代 我们的外债一千五百多亿 到两千亿 我们的储备金只有一百九十亿 都没有破产 纳吉 现在有一千五百亿的外汇储备金 怎么都不能够换三百亿 所以这个破产的理论是 第一 国阵里面的领袖那些 笨蛋讲出来了 过后 有反对党来骂你 所以你会破产是因为你滥用钱 你尽量津贴 这样津贴那样 贪污滥权 所以变成人民 包括华人 都相信 所以我们讲回贪污 贪污 国阵贪污 武统贪污 贪污几十年 今天 你看看六年了 槟城是有DAP 雪兰尔是有 PKR管的 以前他们骂 林冠云他们骂 北模 沙拉瓦北模 从山上至到海底 今天我知道的就是 最大的贪污案 就在雪州跟槟城 在雪州大选前 两个礼拜 一间子公司 政府子公司 卖去一块地 3 billion的地 卖1.2 billion 给的还期是20年 等于不用还 华人不知道 雪州人民不管 没有人去反抗 没有人去骂 他骂你贪污可以 你骂他但我有罪 槟城也一样 二三十亿的地 卖12亿 慢慢还钱 所以啊 槟城的升旗山 被干掉被砍掉 给发展商去发展 许子哥不敢得罪人民 所以得罪了这个发展商 今天 林冠云 欢迎发展商 得罪人民 他都不管人民 人民还是要给他那票 从槟城山砍到填海 这些大的计划算进去 就是槟城州的贪污的记录 林冠云曾经讲过 贪污的州是没有外资来的 今天槟城的外资是全马 第五第六第七名的 也就是说他的州是最多贪污的 我没有讲林冠云贪污 我没有讲过林贪污 我说槟城都是全马 最贪污的一个州 从山上吃到 从槟城升旗山 吃到这个滨尾海下 填海里面包裹在内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人民已经被蒙蔽了 人民包括这个补选的人民 他们听到的就是 他们没有听到真正的声音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这一次呢 这个马修强的这个候选人呢 他必须要强大一些 更大的超过安顺的课题 包括回心法 包括明年的贪污 包括代表安顺人民的心声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不只是整个这个国内的这个提示啊 就算国外像今天的泰国和越南啊 对啊 我们也看到 东探不安啊 对啊 所以 南海还有事情啊 总共给你搭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 这个补选啊 也要传达一个信息啊 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是这个对于安顺人也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的整个政绩啊 会造成这个政治形势 造成影响 对 而且我们这个在308 505啊已经有表借过了 我们什么脱窟也给人家知道了 对 我们在投资 没有啦 你们完蛋了 明争完蛋 马化完蛋了 再多一次完蛋了 所以这一次就是啊 也给我们这个 人民啊一个机会来表达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啊 作为这个不是一个大多数的民族啊 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元宗族 多元宗教啊 像越南的一个单一啊 泰国也是一个单一啊 而且越南有如果你跟他讲啊 你看到啊越南跟这个华人啊 跟越南 本土人啊 他们可以说是同一宗教啊 都有这种的冲突啊 更不可以想象在马来西亚 是不同宗教 不同文化 种族语言啊 全部不同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只 只听信单一的这个言论啊 我们应该以多开放 开明的这种态度 来看待整个这个 不显 对对对 同意 同意啊 所以讲回一句话就是 马来人有极端分子叫做 印度人有极端分子叫 华人没有极端分子吗 也有 你这样就是了吗 所以今天放个马来妹来 好像要把他的极端的形式改善 其实 他一路来 40年来 在格拉巴达所演讲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OK 在这个晚谈之中啊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可以 这个在两个候选人方面的背景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可以说是啊 过来人一个可以说是过客 过客 而且这个也是他一个跳板啊 只是为了他一个跳板而 从他的政治再闯向高峰 一个是曾经有经验 和一个是为这个安顺 带来和整个国家 带来改变的 后选人 改善改进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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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人民希望呢就是要改变改革 随时这个是一个机会 对 尤其是安顺 安顺是一个很蓬勃的地方 我没有想到 30年前我来都看都看不起 今天特别好 所以 非常谢谢 何博士今晚的这个 今天啊 跟我们在一起分享 谢谢你 多谢家 谢谢你 谢谢你 OK 谢谢